- 字幕君 字幕君 字幕君... - 大家好,今天是2022年4月2日 - 又是,啊,没的,呀,这一出都是黄标 - 那就又是修改过几次的了 那所以呢,变成了是不是都限,就上回原装照得了,那就停了个盈利,因为黄标这样东西呢,除了限限流量最不喜欢啊,你说限广告都算了,哎,好衰的他这些,那限了些广告都算了,你限了个流量那里不开心啊嘛,接触面少一点,那我每日大概两三套就全靠那些老友记,有空进来, 那还有呢,就是这些有时候,讲一些敏感事情,那又停盈利的时候呢,就教平时即落,那有些预备,可以继续不理他啊,那当然啦,都明白的,因为最近经济不景,你看到那个标数我和以前差不多而已嘛,那但是都是会少了,那没有的哦,那些广告商下少了广告都是会有影响的, 不过已经是不到你控制的事情,啊,我从来都不担心一些自己控制不了的事情的,那这个呢,啊,和大家有关啊,没有的啦,啊,虽然呢,贪魔是立了大功,啊,有功于国家,就知道啊,一下子清减了8000人口, 你省回多少生果金那里,啊,每个三千,一个月,三千元,乘回八千人口,就即是每个月呢,省二千四百万,一年呢,就省回二千,啊,不止了啦,二亿八千几万,也就是你当三亿啦,齐头,一年省三亿,啊,再加上那些火柴盒仔, 就是有个柴娃娃在那里唱歌,啊,痣病救人真神奇那间,啊,那里,赞埋赞埋都不少啦,中央门交啊,不是,门建啊,有这么大只金蛋,就买这么大只金蛋,啊,好开心啊,买了只金蛋回来,是不是,啊,怎么知道,喂,脱色的,喂,为什么呢,啊,复活车就到了,啊,玩复活蛋,不是啊,虽然,贪魔啊,是立了大功,啊, 啊,什么都听了人话的啦,那但是,永远呢,啊,就当然是会积极的啦,你都做了我要你做的事啦,是不是,这么说啦,那但是我经常都说,啊,很多人很关心,金回到底贪魔有没有得做,从来这个是制度的问题,就不是人的问题,此刻反而呢,我亦觉得,啊,他是必然会换的,没有的,当日,淫酒的时候,就是人酒茶梁振英,很多人都拍手掌,哎呀, 啊,好咯,不是他咯,结果有目共睹,啊,经常那些人说贪真啦,那好了,真任权离开的时候,大家又拍手掌啦,那些楼价那些,好咯,真任权走咯,那又是有目共睹啦,今回就真的变了共睹啦,啊,共产香港岛,是不是,而且根据中央的图谱,不是图谱啊,他如果那个图谱是图谱,那都还好,可惜就不是, 不是,真任权,真任权就是要收回一件玩具,啊,他当你玩具的而已,八千人命,计计计的数字,那但是,你很简单,已经是去到要揭中的时候了咯,很明显他今次呢,是不想那么多noise的,为什麽呢,由几个迹象可以见到,那他要委任一个新的人物,就不去猜股啦,但是由新的人物,你就大概知道朱萍的位置了, 也知道啊,到底今回,啊,他到底可不可以继续自己的任期呢,还是就真的好像任志强所言呢,哼,就真的啦,啊,你这个朱萍的新衣,啊,穿了很久了哦,被人看到了,啊,好心你啦,这样,咯,先讲新闻,这里,好突然的哦,就是这些无关痛痒啦,取消了记者招待会, 啊,去交代那些,他的工作,奈何啦,啊,消息是指贪俄,啊,要走去深圳那里呢,会悟这个夏宝龙,就是将教堂上面那些十字全部拆低那个啊,五缸十色那个啊,五缸是五粒星的缸啊,十色,啊,是十字那些颜色,啊,叫你记得他,五缸十色,那你看哪个辞任,啊,那些师长各样的时候, 那就是谁做咯,大家都猜啊,啊,就是其实只有两个,一个比卡超,一个呢,就说波波,会不会有一个新任的呢,很难,因为始终你要熟那套体制,要听话,不过应该很快有答案啦,也最近呢,啊,有些话语传出,说什么会延任一年,是不是啊,这么厉害,那话说啦,近日很多的建制,就是那些五缸十色啊,那些人士,啊,就说,收到温馨提示, 提名期和,摆飞仔那天下去呢,就要尽量这样去留低,那,不攻自破啦,那既然,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,召开会议,讨论人选,之后啊,那些建制人士都接获提醒,尽量留港,什么可以不留的吗?那,还有,你觉得有谁会说,就是放出那些这样的消息,啊,又说延任一年那些,哼,吓到那些人被割孔, 都没用,你看到啊,是邓东姑那些,说法来的,你看看,啊,他妈说到说什么,啊,你们说什么延任一年各样,他妈直接否认,啊,这一刻没有收到通知哦,哼,等通知,那你说啦,就是很多天空的男就引颈,代叛,他们觉得中央仍然是有可为的,我常常都说啦,你回内地住下啦,管得好的,那一早管得好啦,不过, 哦,他们有他们的想法,他们觉得天空的男啊,那些,香港底子就非常之厚,那所以呢,你换个人下去,那既然,他的底子厚的时候啊,啊,找些中药顾本培元一番,那啊,自必然可以令到那个人好番的啦,是啊,很多都想着顾本培元,吃下些补药,那就搞定的了哦,就等于,在经济衰退的期间,很多的人都仍然是 你抱持这个希望,啊,这个只不过是一个调整的,我们叫做,啊,就不是一个经济衰退,你在香港很多时是呀,可能太多人太年轻,就忘记了2003年时候呢,有个term的,那个term是什么呀?叫做结构性转型,什么叫结构性转型? 就是那时候很多人失业,那结果的而且确,香港呢,是过了一个难关,原因是什么呢?2003年哦,SIPA哦,还记不记得,什么是SIPA?禍由此起,近紧密经济联系,那结果大家看到了,真是联系了,近紧密经济脱水啊,于是乎经过十几二十年之后呢,香港,空心化,空洞化,年轻人上流的机会,完全是被屏蔽, 已经是一个没有未来的城市,没有年轻人就没有未来的啦,一个城市那么简单,但是很多人都不舍得,因为他们的朋友仍然是在香港的,没有一个地方的人民,是会想离开自己的故土的嘛,但是1952年时候上海滩,啊,为什么?他们仍然会借身前往其他的地方呢? 你今时今日见到浦东浦西那些上海滩,滩了在那些,你就明白咯,不过你不要以为上海独有啊,这些东西已经引进香港了嘛,你看到的,啊,一幕又一幕,你亚洲博纜馆那些金梅啊,可以加多两个字下去啦,亚洲人种博纜馆,你不是啊,滩在那些,等同啊,谋啊,这个杀, 没有事都变有事啦,这样搞法啦,啦,除了建制派五缸十式啊,啊,收到提示叫他们尽量留港之外呢,那你见到他好看重这件事啦,我都说了啦,第二点,就叫他们不要对外评论那个人选,这点当然就是慎防这个人酒茶梁振英啦,所以放心,哼,他都是一如其名,人酒茶梁振英就不好意思, 而第三点啦,也都不要提名任何人,因为啊,啊,他们要一随就定音,再加上我之前都说了啦,突然间秤了胡国卿的幼儿子出来,你猜说玩的,虽然就只不过小情大戒,啊,就跟他说不要搞那么多东西,而目前呢,中央的定调,啊,都仍然是说一样东西,深层次矛盾,所以下一任的,中国摆在香港的最高那只旗子, 工作就只有一个,啊,就是将所有的东西尽快,就转化为,啊,一个叫深层次矛盾,而深层次矛盾,啊,大家都知道啦,又是那只字,楼架,所有的问题都是出自楼架啊,只要解决了这个楼架,防住不炒的时候呢,香港就能出新天啦,是不是这样呢?你看下内地,他们那些都是防住不炒的哦,今时今日,啊,有什么款呢? 不过,我们就任由那些天空的南下,啊,继续有这个稀气啦,啊,不要压住那些机位,那大家当然就尽快,那,啊,去参加加拿大方案,澳洲方案,台湾方案,英国方案, 至于撑科技伏技这个问题上面,我都说啦,如果,啊,你是非英国方案的,那由于其他的国家,很多都是需要你去撑科技伏技的嘛,而且,啊,讲到明好像是要伏技的,啊,科技是,啊,明报啊,哼,明报柴里台,那没有的,他最多就是说两声, 黑耳来伏,到最后,啊,正眼红,啊,都不趟这趟混水啦,你就自己搞啦,可能科技呢,他有没有得过水湿脚,那你的reputation,啊,你那个明星关我什么事呢? 那所以人家怎样去执这个科技,就有得他执啦,至于伏技,啊,啊,仍然是很多那些所谓权威的人士,啊,啊,那,精心挑选给各下,啊,哇,很简单,哼,我从来都不反对的,以免违反YouTube的政策,啊,嘛,我都说啦,我赞成你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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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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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点去撑科技,伏技,好,达接群体免疫,讲了半年了,啊,不要说我违反,我M痛不去得,啊,那你都容许人M痛的嘛, 啊,而我再重申一次,英国是无需要你撑科技,伏技,啊,啊,现在基本上就自动播的了,啊,自由放任,你看到的,啊,HK01写了些什么呢,什么,整幅图,然后有一些楼,然后有一堆空地那些种地来的,然后写着香港再规划,然后呢,标题又写着土地问题核心,啊,就是政府有没有主导权,他一讲这件事,你就知道,啊,第四话是什么, 还有哪有那些什么,零一观点才可以的,啊,零一观点,啊,就应该写着是唯一观点,那才是正确,而这个观点,啊,当然就是中央的观点,啊,不讲大家不知道,啊,就是写这篇文的那条人,啊,就叫做李浩然,那然后呢,他有个身份的,啊,而这个身份,大家真是拍手掌啊,个名, 他就等同刘雨龙一样的,什么科技服技可预防疾病委员会那些,他是什么委员会啊,他是基本法基金会的会长,哇,生神先啊,这些,基本法都可以有基金会,那些基金会做些什么呢,请问,啊,就是基本法做,啊,啊,啊,哎,你不要笑啊,个客, 啊,既然陈永恩,陈嘉佩这些,是又是你啊,陈小姐,都可以做到这个,立法会里面的环保袋的时候,啊,那自必然,你有什么人都有的,的而且确这位生神先李浩然,啊,他也是,在立法会那里坐的一位,就是收十万元在那里,每日打啊,哭怒那些,啊,顺便在零一那里有个专栏那些,我不明白,啊,有些人是,就是说不好给他,思想上作出这个, 这个,涂毒,没有啊,我经常看的哦,我敢进去笑一下的哦,那些东西扔回想,啊,啊,你又猜到他套路的了嘛,正面文章的反面读,就是这样样样,好,今天讲到这里, 哦,